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昭梅 戴亚娜与摩纳哥王妃,格雷斯有着惊人相似的命运 都是以招牌的情势降入王室 忍受着冷漠的宫廷和颠簸的会议 最后死于谜团重重的车祸 当戴亚娜降入王室的时候 她遇到了生命只剩下18个月的格雷斯 两人的人生有了短暂的交集 那是1981年3月 20岁的戴亚娜开启了王室生涯的第一个正式公务 陪同川斯王子参加了慈善晚宴 她非常想要一个好印象 因为刚在上个月订婚的戴亚娜 被媒体贴上了害羞、笨拙和丰满的标签 戴亚娜以少女的眼光选择了一件 她认为非常成熟和优雅的衣服 黑色五肩带低胸礼服 还问她的妈妈借了珠宝 努力扮成有风韵的女人 然而就是在戴亚娜下车的时候 闪光灯对着她的胸部一顿猛拍 她知道自己狗杂之后 进入到活动训练 戴亚娜始终无法 从刚才不安的情绪当中抽离 再加上 本来就是没啥公务经验 戴亚娜表现得越发问拙 不知道该做什么 该看什么 甚至连怎么拿手包都变得困难 而托尔斯王子只顾着自己展现她的魅力 丝毫不顾及未婚妻的惶恐 此时 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可怜巴巴的王氏先人 她就是52岁的摩纳哥王妃格雷斯 格雷斯只比英女王小三岁 以后莱坞大牌明星的装牌和布菲的嫁妆 嫁给了摩纳哥亲王雷尼尔三世 打造出了已出后莱坞式的往事童话婚姻 至于王妃的生活 即使是理性的格雷斯 也只是拼尽全力的维持体面而已 或许是想起了曾经无措的自己 格雷斯主动地招呼戴亚娜 让她不至于一个人傻傻地站着 还邀请她一起去补妆 到了洗手间 憋了很久的戴亚娜终于无助地哭了 絮絮叨叨地对格雷斯说 自己本来要穿的衣服没有按时送到 匆忙之中再穿了这件尺码过小的衣服 现在每个人都注意到了 友谊就是在那个时候结像的 戴亚娜感激格雷斯内网的善意 四个月之后 两人再次见面 格雷斯坐在贵宾席 见证了戴亚娜走进王室童话婚姻的殿堂 戴亚娜对格雷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她注意到 格雷斯又要平静了面孔之下 藏着一股与她类似的暗流 然而 两个人没有过多的交流机会了 1982年9月 格雷斯的生命终结在一场 令人震惊的意外当中 官方说法是 格雷斯开车载小女儿的时候 突发中风 导致汽车失控 她脑出血去世 而她的小女儿幸运地活了下来 此时 戴亚娜刚当了三个月的妈妈 她告诉川尔斯王子 格雷斯和她一样 都是嫁给了大家庭的局外人 派她去送葬那是极其合理的选择 但是川尔斯王子不同意 觉得这个想法不可理喻 那些自大的朝臣 也觉得没有必要要派王处妃 出席一个小国王妃的葬礼 被逼无奈的戴亚娜 进去向英女王争取 最后 英女王同意了 格雷斯的葬礼上 戴亚娜已经脱胎换骨 短短一年多的往事生活 她的气场修炼出来了 送葬全程 戴亚娜表现完美 没有出任何的差错 媒体赞予生一片 回来之后 仇者们好像是失忆了一样 改口夸赞戴亚娜的决定很棒 戴亚娜的心里只剩下喝喝了 接下来是 戴亚娜离世前的心愿 托尔斯靠边站 让威廉进位 女王正帮她实现 剑桥公爵威廉王子 是英国王位的第二数位继承人 按照王序的继承顺序 将由她的父亲托尔斯 在现任君主 以丽莎派二世女王离世 或者退位之后成为国王 然后后再轮到她 然而由于威廉王子 在英国乃至全世界 受欢迎程度 远超于托尔斯 而托尔斯和她主张的 又是领民众感到不满 导致外界出现了 越来越多人 让威廉越过托尔斯 继承王位的呼声 但事实上 这个要求 早就在二十多年前 就是被提出过了 而提出这 正是托尔斯当时的妻子 威廉和哈里的母亲 威廉是王妃戴亚娜 在戴亚娜和托尔斯王子 感情破裂之后 两个人在女王的命令之下 开始分居 但是分居迄近啊 这对夫妇 并没有按照女王的想法 因为距离 重燃对对方的情感 相反 托尔斯和现在的 康沃尔公爵夫人 卡米拉 更加的肆无忌惮地 发展着他们的地下情 而戴亚娜 则是在求助无果之后 开始主动向外界曝光 托尔斯的恶劣行径 在戴亚娜向外界 公开托尔斯行为 和自己隐私的 爆炸性采访之前 这位王菲尔曾经自愿 和皇家记者 马克思 黑丝廷斯爵士 进行了一次访谈 但是内容 从未正式公开 因为黑丝廷斯爵士认为 自己无法控制 内容曝光之后 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位记者称 这让他对 戴亚娜王菲 感到很抱歉 在最近的电视访谈当中 黑丝廷斯爵士 透露了 采访戴亚娜的一些细节 他表示 戴亚娜对王世的未来 唯一关心的问题 就是让他的 长子威廉继承王位 他说道 他很明确地对我说 我不认为 托尔斯能做到 他想看到的结果 就是让托尔斯 站一边 让威廉继位 单凭这几句话 就能理解 为什么黑丝廷斯爵士 在当时 不敢详细报道 这一次采访 即使戴亚娜不在乎 作为英国民众 在那个年代 关于王位 谁来继承 谁也不敢地妄加评判 然而 这还不是在采访的全部 戴亚娜王妃 很可能发表了 更多爆炸性的言论 但是黑丝廷斯爵士 依旧是不敢公开 他只是表示 王妃在那场采访当中 表现出来的坦率 和直接 令他感到惊讶 尽管这是戴亚娜王妃 提出的主张 按照王世系惩罚 也是很难实现 不过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和菲利普亲王 为实现戴亚娜遗愿 可以说是付出了 极大的努力 开个玩笑 其实是因为两位老人 担心托尔斯继位之后 会给君主制延续 造成影响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 确实尽可能地拖延了 托尔斯继承王位的时间 并且最近 他们也表现出来 对威廉王子的高度认可 以及 对他成为国王的信心 最近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 将他们担任了数十年的 国际动植物基金会 和英国鸟类学会的 皇家赞助人 转交给威廉 王室专家 理查德 飞辞威廉姆斯 表示 两人的举动表明 他们对威廉的能力 充满信心 并且认可 他和妻子 凯特的榜样形象 从这个举动也能表现出 女王信仲 同样是认为 威廉胜过托尔斯 因为这两声 指我 都是在威廉发布了 他的新环保纪录片之后 被授予的 但是托尔斯王子 已经坚持了 环保事业数十年了 毋庸置疑 查德斯王子 算是一个顶级招男 他辜负了 天使般的戴安娜 其实戴安娜王妃 为他生育了 如此优秀的 两个儿子 不过 查德斯王子 倒算是一个 还不错的父亲 一直在保护着 自己的儿子 如今 哈利王子 也是已经结婚生子 有了自己的儿子 想必应该可以 体会到父亲的 良苦用心了吧 这就是 你的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